自動戰士鋼彈 水師的魔女 各位大家好 今天來跟各位介紹自動戰士鋼彈 水師的魔女 那第一隻就被燒成人棍的迪蘭薩古爾專用機 那這台肢體呢也是設置的比較粗壯的風格 就很像鋼彈系列敵方會登場的那種肢體的感覺 但是它又有一點許現的美感啊 就有點像是薩克的這個雙腳 但是它的腿看起來比較短 而且它的膠章也刻意做的比較短 那它的頭型還蠻特別的 而且它的頭是有點像是莎莎比 就是兩根分岔的結構 但是我覺得它的臉的分色就沒有鋼彈那麼的認真 因為它的綠色的地方就是要貼貼紙 那它的眼睛到底是黃色還是綠色呢 我覺得應該都是啦 可能設置是想要比較時髦一點 就是設置兩個顏色的眼睛 那它的頭跟脖子是雙頭的球關注連結可以轉動 但是轉動還蠻緊的 抬頭低頭 那它的國際也可以左右的扭轉 那它的頭的側面呢 也是拖了一片很長的直構 這個地方就有點像是卡貝拉的感覺 比較奇怪的就是頭頂上的羽毛 它真的是蠻突兀的 拿掉的話應該會比較好看 尤其你把它拿下來看的時候 這個神狀 真的是蠻猥褻的 很像男人的 很像男人的 但是它的背後就是偷膠的狀態 那因為是羽毛 所以應該是沒什麼關係的 身體的構造我覺得蠻帥的 有點像是薩克 但是它的前面兩端還有光束火神砲 這之後有點像是F91的 那它的身體是可以往前摺的 往前摺 往後 不錯 那它的腰部是一個球型的關節可以旋轉 左右的旋轉 那你也可以左右的搖擺 肩膀的構造都是一樣的 有一個上外拉伸的關節 那它是一個球關可以轉動 手臂一樣360度的旋轉 那你的手臂要側抬的時候 可以把肩甲把它抬起來 手臂就可以側抬 二頭肢旋轉 手肘彎曲 雙重關節 拳頭可以旋轉 沒有任何的手型 肩甲這邊的護盾可以轉動 也可以左右的旋轉 然後它還可以轉這邊的關節 但是我覺得這邊很緊啊 那它的下半身就是比較粗壯的風格 也感覺推比較短一點 群甲各兩半一樣獨立可動 但是好像不會影響到可動度 大腿側抬45度 那你往前抬的時候 你一定要往外開才能舉的比較高 因為一般來說 你應該不會這個樣子抬啦 雪平的旋轉也不錯 屍蓋彎曲二重關節稍過90度 但是它是屍扣所以關節會比較鬆 那這個腳掌我覺得有點像是薩克的線條 但是它做的比較短一點 有點像是馬蹄啊 那它有左右的接力 這個是單軸的關節 那這邊也有一個球型的關節的接力 那它的腳掌的斜端也可以折 腳底板有噴嘴的構造 那沒有偷膠還蠻精緻的 那它的小腿的後方也有類似噴嘴的結構 那它的後裙甲非常的大片可以翻起來 也可以左右的折疊起來 而且放開來之後呢 裡面還有灰色的襯底 然後這個洞則是給你插手架用的 但是旁邊這兩片就是有空洞的地方了 那它的背包有一個藍色的噴嘴 有點像是喇叭 而且它這兩片是板真的就是白好看的 沒有任何的可動度 就是一個裝飾品 那它的武裝的設置我覺得蠻帥的 它是藏在這個尖把的裝甲裡面 那你把它拉開來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這裡有一個裝置 就可以把它抽出來 就可以裝備這個特效零件 那它應該是叫做光束火炬 就是火把的意思啦 那蠻有創意的名字喔 其實還不錯啦 那實在很帥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種光束劍啦 那右邊這個尖掌就可以看到這個 光束來浮箱 就可以把它抽出來喔 非常的帥 而且它最裡面的這一層 它還可以裝備這個擋子啊 光束擋子啊 從這邊抽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裝備這個擋子啊 那這把箱的外型呢 我就覺得還好的 中規中矩 而且它這麼裝的一台肢體啊 那麼小的武士有點沒有破例 但是你擺一下動作呢 這個帥式的味道 一下子就下來了 接下來就是它最帥的武士 應該叫做光束紙吧 那它的前端就可以安裝這個光束特效零件 看起來非常的帥 不過它的側面有稍微偷膠的狀態 它雙手握著這個武士的時候 真的是超直帥 這把光束戰紙呢 它就沒有任何收納的空間了 有點可惜了 那跟風靈鋼彈白在一起 就是這種感覺 可以感覺到呢 迪朗莎就是有非常誇張的體態 看起來力量應該是不會輸給鋼彈的 可是鋼彈的感應炮真的就是太強了 那今天這個自動戰士鋼彈 其實是武士的收納很有趣 加上它魁梧的生長其實很耐看 我覺得比一端蛇胖者那隻還要帥喔 但是呢這台第一隻就被燒蛇人棍了 所以它之後有一台後製隻 它的後製隻好像比它更厲害一點 所以這一隻呢 可能就沒什麼呢有興趣了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喔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大家 我們雙食節快樂